學生的一口成績 導致到他們等到成績不單正式出爐 他們才可以申請這些預備班 所以導致這些學生遺失去一年的時間 所以我接到一些家長的投訴 他們根本不明白為什麼突然間 冒冒然的這樣出這個指示 或者是雖然他會講已經有了 但是沒有實行 現在才要去實行 是否有什麼大醜聞 或者是認為他的那個一口的成績 不符合真正的最終的考試的成績 因為我們也知道如果一口的成績 跟真正的成績不符合的話 他就不能夠繼續下去 所以反而他是要面對這個風險 他會放棄掉他所付的那些學費 所以這個根本不是教育部的問題 是這個學生所要跟那個學院 實人學院所要面對的問題 這純粹是針對私人學院的問題 而且也知道了 當然是政府的他們要等到成績單 真正出爐才可以結束 我這個是實人學院 但是很多人是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我們希望在這方面他們能夠 再檢討 再收回這個禁止的指示 讓他們接下來做一些一封信給 教育部長一定 針對他這個措施 針對他這個措施 而且說 因為他們如果 雖然是說再等多三個月 所以我們是講真正 是講等三個月 但是最終他們浪費是一年 你等三個月你要等到他學期 他學期已經開始了 因為要根據這個英國的是九月 所以真正的他們要等到 他們浪費的是一年的時間 所以在這方面我們認為說 這個是開倒車 這個是不是一個很很有 不是很聰明的一個決定 反而是浪費時間 浪費資源 而且他們要一年要做什麼 所以我認為說 在這方面應該 不要進行這種反射 開倒車的這個措施 應該收回 委居中的 雖然他是浪費三個月 可是他們所試氣的這個時間 是一年 一切不是在我這種時間 有什麼